其实派派你在节目中提到过说 邓春玲 玲玲她和你妈妈的这个性格有点像 然后前段时间听说也和妈妈在中国相聚了 可以分享一些和妈妈相处的一些故事 或者有趣的事情吗 有趣的事情 我想一想 可以这样说 我的身份可以说身份吗 我的身份变多了 这次我不只是她的儿子 但我也是她的经纪人和助理 就是因为我妈妈不会说中文 然后她来到中国的时候 我就是去安排 就是去有一个车去接她在机场 然后我在搬家的时候 就是要给她打车 给她点餐 给她点我们就是火锅 然后就是去送她去机场 然后就是给她弄所有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比较好玩的事情 还有到我家 就是我在搬家嘛 然后我妈妈就疯狂的在家里说 她要给你去打扫 那样去 然后这个啊 这个太脏了不行 就是要去收拾啥的 对所以就是一到新家妈妈就疯狂的再说啊 家又干净 然后还给你去做 对 好嘞